打太的孩子 那打太的孩子 是否就是感觉到 他一直没走 超过了好几年 反正一直好像是没走的感觉 像我就最近 我就感觉到他又来回来了 我就说给他多念一些吧 念49张嘛 那除了这个房子 加出来以后 是不是还要在葡萄面前 说一说求一求 或者是还要做什么吗 要的 打太的孩子没走 说明两种情况 一种你跟他冤结太深 他不愿意走 他要去 他要一直要报复 明白吗 第二 你小房子本身不够 就两种情况 明白了吗 49张感觉可以吗 师傅 不够的 人家都不走 你还给49张了 你这个打发叫花子 108张 明白了吗 好了 大姑娘 小姑娘 嗯 嗯 啊 请你向师傅请安 嗯 嗯 啊 请 请师傅吃杯帮我节目 讲吧 讲吧 师傅你听到吗 讲吧 请讲 师傅 啊 对 师傅 我 在这个 啊 这场摸米饭的那天 当天晚上有发梦到 一辆白色的车 然后 就啊 到车上有一个 有一个男人 就有一个baby在车上 嗯 就有人交代我要看这个baby 可是这个baby就是 叫我看这个baby 叫这个baby 不要跌倒 可是这个baby就在那边翻滚 就跌在地上 嗯 然后 就 没有受伤 然后又换一个情景 然后就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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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男人在车上 好像是我的 啊 好像是我 呃 之前的 老板啊 然后 那天换一个 然后就换一个情景 说这个老板 跟一个 女人 一个太太 可是不是他先认了 太太的女 然后 然后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男子啊 嗯 可是现实上 是没有孩子的 这样这个 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讲的不要讲 你打着的孩子还没走掉 哦 这样 可是师傅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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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年前 打 打电话给师傅的时候 师傅已经有过 看图疼了了 说我打胎的孩子 啊 已经超度走了了 超度走了了 超度走了了 一个啊 说不定有两个呢 三个呢 他不是一起出来的呀 哦 OK 这样要念多少 张小房子给这个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打胎的时间 你是一年打一个的 那也不可能 他一下子出来 在这一年的话 他出来了 一个 就变掉了 等到再过一年的时候 他的报应来了 那个又出来了 听不懂啊 OK 好 听得懂 师傅 现在打开的孩子 要打 110几张小房子呢 一般的都是21张啊 就是说很多同修都反映 他们给自己打开的孩子 念了近几三千张小房子 但还是一直梦见 不同的小孩子 真的想请问 请教师傅 是超度走的小孩子 又回来跑要呢 还是因为不断的念礼佛 又激活了新的灵性 不会 或者是就是在 跑 跑有时候拿了小房子 跑掉了 之后还会回来 因为没有彻底根除 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的 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的